这就是达达蟹一条笔子的路沿着草原 昨天晚上到这条路上的时候正好是王分十分 那个晚霞非常漂亮 这边就是我们听车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露营 这个地方正好刚刚在建房子 修这个水泥瓶 晚上咯吱咯吱弄了一碗 我晚上一碗都没睡好 早上起床又准备今天的早饭 还有今天一天的这个菜 我爸爸在这里准备 我们每天就是这个菜就做一顿 中午的时候就吃新鲜了 晚上的时候就剩的菜就 晚上就不做了 就吃剩下来的菜 今天走达达县 天气不是很给力啊 天上有一点点雾云 昨天晚上过来的时候正好是很大的太阳 洛杉 这边是晚霞很漂亮 但是我也没来得及拍摄 因为昨天晚上那些 昨天晚上那些水呀 还有那个我们要注册的点呢都一直都没找到 所以昨天晚上就没来得及拍那个晚霞 刚才看了一下温度计 早上外面的温度大概也就10度的样子 这还只有9月份啊 我估计到下个月也更冷 他们这温度应该到零下多少度吧 零下十几度吧 草边上都已经开始收草了 把那个草收成一堆一堆的 然后估计是给牛羊过冬用的吧 这莫名已经把这个草 烧割成一堆一堆 一小堆一小堆的 然后用那个大拖拉机 把这个草拖回家 冬天的时候下大雪的时候给牛羊吃 这条马路就是自家圈里面鼎鼎有名的达达县 但是达达县现在没人啊 可能都是七八月份过来玩的 这九十月份 就基本上没人往那边走了 我们现在在达达县 在达达县的路边 这牛羊城群啊 吃吧 吃不吃 嗯 你还不吃啊 吃不吃 拉点这个叶子 喂这个牛 看到吃不吃 来 摸鸣摸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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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个面子 给个面子 来 大白菜 这个比茶好吃啊 过来 给个面子嘛 拿这个大白菜 都不给面子啊 不吃啊 算了算了 我们也走了 拜拜 路里面都是防防的树 叶子都防了 看一下秋一届龙 秋一届龙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一方景色 好 好 好 2